Dee Dee 大家好 我是Tee大使 目前呢 我也在企業協助他們進行數位轉型 讓他們的專案企劃可以進行得更順利 今天呢 我想要跟你們來談談 Dee政府的專屬短碼簡訊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直接進入正題 遇到真假難辨的訊息的時候 你要小心 這種情況呢 首先 你可以做的事情是 確認訊息的來源是否為111 只要確認訊息來源是111 那就可以確定這是真的政府訊息 111只有政府機關才可以使用喔 這樣觀眾朋友你們明白了嗎 目前111已經在112年10月下旬正式上路 一些政府機關 例如衛福部 勞動部 法務部 經濟部 都已經開始陸續啟用 而民眾收到這些政府發送的訊息 就可以正確判斷是否為官方發送 以後 只要接到政府機關簡訊 勞記111 準沒錯 紅源頭防炸 數位部和您一起努力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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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